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标准的中级车帕萨特 麦腾 雅阁 凯美瑞 这些车都能买到2.4左右的高配车型 但是大家也注意到市场上20多万不超过30 确实能买到很多豪华品牌的入门车型 你比如说奥迪的A3A4宝马的三系 还有奔驰的C级甚至B级 那么怎么选呢 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诉求 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这种豪华品牌 给自己带来的品牌溢价 还有面子上的享受 那么你买这些车没有问题 但是我需要提醒您的是 豪华品牌的入门车型 维修保养不便宜 举个例子来说 同样是拿25万左右 你如果买个C级的奔驰或者三系的宝马 您只能买到入门级的CEO80或者是宝马的318 但是你要是买雅格 凯美瑞 天籁 还有麦腾和帕萨特 基本能买着2.4顶配的型号 它的配置毫无疑问比你的入门级的豪华车型的配置要丰富的多 而且它还有一个什么优势呢 就是说它的养护成本会比较低 因为这些中级轿车它的定位 它跟入门级的该车型很多件是通用的 只不过它多了很多便利性豪华型的配置 如果务实之选 你可以考虑这些标准的中级轿车 而且它这个养护 还有维修换件 它不是很贵 这个咱们现在条件好 每个人的诉求不同 到底是选这些标准的入门轿车低配的 还是买重级轿车的高配的呢 这是个个性化的问题 如果您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胡侃汽车公众号 回复20万买车 我们就会有相关的文章为您送上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 感谢观看